來一點點,不過基本的動作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個,一樣Visual Basic 那這個錶單,我這邊已經做好了,長得像這樣子 至於那個顏色或者是說字大小,這個我想比較不是那麼重要 那我們要怎麼樣做這個錶單 一般的話,第一個請記住,這個錶單產生的方法是右鍵 之前我們插入的是一個模組,在模組上面有個制定錶單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要產生一個輸入的介面,可以從這邊 那其實一個統一的介面對於將來輸入的正確性,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使用者就知道說該輸入什麼,或者甚至你在錶單旁邊也可以做一些說明 然後這個地方要怎麼做出這些東西 第一個,制定錶單 第二個,基本上我習慣上它會出現這個工具 你先把它擺旁邊 那我會先第一個,把這個的大小調整到適度的 第二個的話,請你把這個錶單的名稱 請記住,在下方有個屬性的那個面板 如果你這個屬性面板不見沒關係 檢視裡面會有一個所謂的屬性 屬性視窗 那請你把這個名稱改為叫Home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一個叫Home了 所以不能一樣,所以我把它改成叫Home 加一個2好了 OK,Enter 好,那第一個,請你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我記得用Home 那第二個的話呢,請各位記得就是 它的左上角名稱 叫User Form 1 那可是我今天需要 它的名稱叫什麼? 也許叫什麼?成績系統之類的 也許叫什麼?成績系統 那我要怎麼去修改它的名稱?很簡單 請記住,第一個Name 第二個的話,請你改成C開頭 Caption 把這邊呢,改成叫什麼?成績系統 Enter一下 OK,它就改了 第三個的話,它的底色 那底色的話,如果你不一定要用綠色 比如說你今天希望給它一個淺一點的顏色 那淺一點的顏色怎麼改? 其實,在這個屬性的名稱上面 應該也可以猜得出來 它的顏色有沒有?就是Color 那它的背後的顏色就叫BigColor 你點一下旁邊一個箭頭 再點什麼?調色盤 調色盤,我是用這個綠色 按下去就OK了 所以第一個,基本上呢 請各位新增一個什麼? 制定表單,按右鍵插入一個制定表單 第二個的話呢,改一下這個 兩個,三個地方 OK 再來的話呢,我們需要加上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特別注意 我需要加一、二、三、四 四個 這個叫它的前面的Label,標籤 這個只是要讓使用者知道說 你後面東西要填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 這一個是用大A,這個叫標籤 後面這個呢,是用小A小B 它是可以填資料的 這個叫做Command Button 是一個按鈕 那我就分別怎麼樣? 把這個上面呢,再加上去就可以 所以姓名,然後把這個地方 那怎麼加? 一般是按下這個有沒有 標籤 拖拉一下 可是 字太小了 怎麼辦? 沒關係 第一個 把它的名稱 它名稱怎麼修改? Caption 改一下姓名 改一下 姓名 Enter 好 可是問題來了 字太小 怎麼辦? 這邊有個字形對不對 把它點一下 16好了 按確定 字稍微大一點 第三個 顏色 顏色好像 這顏色我不喜歡 如果我希望改一下 改紅色字好了 OK 那怎麼改呢? 其實你只要在這個Label上面 把它的ForeColor 改一下 改成紅色 OK 那底下還有四個 還有三個 有沒有 就是有一個 兩個 三個 那怎麼辦呢? 其實呢 如果說你還要再做另外三個 太浪費時間了 我是建議你乾脆 複製過來 有沒有 不過我建議是按Ctrl鍵 一個 兩個 三個 有沒有 然後再怎麼樣? 點它 修改裡面的Caption 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考 答卷考核 有沒有 改一下 三個 那如果說呢 你拉的時候呢 你應該手可能沒那麼靈活 拉了 Ctrl鍵按 歪掉了 有沒有 沒關係 選取這四個 上面有個格式 什麼呢? 差應該差 對齊有沒有 對齊什麼? 主控項的左圓 靠左對齊 那你想說什麼叫主控項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最先選的那一定是白色 有沒有 其他都黑色 這個是主控項 所以對齊主控項的左圓 上下間距不一樣 格式 就是垂直間距相等 就一樣 有沒有 那如果大小又不太一樣 你可以再調一下 拉一下 拉一下 都一樣大了 那一樣的方法 旁邊再拉一下 這個框框 那如果說你做一個之後 怕說其他不一樣大 有沒有 按Ctrl鍵 往下拉一個 兩個 三個 有沒有 然後再按什麼 這個 Command button 拉一下 那名稱的話 一樣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新增 所以在Captions這邊 改成新增 色的辣小跟顏色 跟這個一樣 請各位試一下 最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表單 那你可以按下這個執行 它就跳出來了 等一下就可以填資料 填完按新增就過來 OK 那畫面先往你各位一下 試一下 把那個Excel當 等於用有點像資料庫來儲存資料 那你就有個表單 那你做完這個之後的話 再來怎麼樣 把底下的程式 這邊有個什麼 貼到新增按鈕 特別說 這個貼到新增按鈕 先把這底下Ctrl試一下 那細節我們 我想我們之後再來看 那怎麼貼上 特別注意 請你在這個按鈕點兩下 然後把這邊的原來的東西 它可能本來有那個什麼 你把那兩行直接蓋過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已經把這個表單給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 它裡面主要是做什麼 第一個新增資料 新增到哪裡 R有沒有 這個最後一列 加1 那加1之後的話 那就是最後一列 的A欄 放 TSTE 就姓名 第一個儲存格 第二個第三個 第四個 然後最後的話 這個是做什麼 做平均 所以這個平均的話 是把後面三個成績的資料 那前面這邊有一個Cint 是把裡面本來是文字 轉成數字之後 再相加之後 怎麼樣 再除以3 把它除以3之後 有小數點 外面包一個Round Round是45路 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OK 把它輸出到1 這個1的話 指的是1欄 然後最後把舊的資料給清除 所以最後 我把它貼上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不過好像我們來掃個什麼東西 把它啟動起來 有沒有 啟動的話 你想說怎麼啟動 要不就是直接從這邊執行它 可是這樣不太對 以後如果要給人家用的話 那你總不能說 你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那個上面有個執行 按下去就開起來 不對嘛 所以呢 這樣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在模組裡面 啟動表單 插入一個啟動表單 那這個啟動表單 非常簡單 插入一個Sub 啟動表單 然後呢 把它啟動起來的話 一行程式就好了 叫什麼 叫home.show 就可以了 你就是插入一個程序嘛 叫啟動表單 那因為我是home2 所以應該輸入home2 show的話 其實就點下去就可以 所以如果你有那個表單的名稱 那你打一個show 它也會出來 然後再怎麼樣 在前面這邊 插入一個按鈕 也許叫啟動表單 然後把這個啟動表單按下去 那個表單呢 它就會幫你home2.show就叫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再加一個啟動表單 按下它 就OK了 那這個時候 當然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我今天輸入一個人的名字 然後它的成績 換下一個成績 輸入完之後按新增 理論上應該就會幫我新增進來了 OK沒問題 並且清空了 有沒有 如果換下一個 再打一個人的名字 然後一樣 打完一個名字 自動怎麼樣 就可以幫我新增 又新增下來了 所以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OK那不就是可以當成一個什麼 你可以輸入一些東西 不過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細節我想大概先做到這裡好了 至少啟動可以輸入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 我就先講到那個表單的部分 那下個禮拜 後面還有一些東西還沒講完 比如說防止錯誤 等等的 那請各位回去的話可以先做過 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們把這個範例做完 再來就是第三個範例 接下來就是第三個範例 再來就是第三個範例